接下来我们要讲Auto Encoder Auto Encoder我们可能先讲一小段以后 我们就下课休息一下 然后再把Auto Encoder部分补完 然后等一下主角就会讲跟Auto Encoder有关的作业 我们要来讲Auto Encoder 在讲Auto Encoder之前 其实Auto Encoder也可以算是 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的一环 所以再让我们用非常短的时间 来看一下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的 Framework 那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是怎么运作的呢 首先你有大量的没有标注的资料 用这些没有标注的资料 你可以去训练一个模型 你必须发明一些不需要标注资料的任务 比如说做填空题 比如说预测下一个Token 你必须要自己想一些不需要标注资料的任务 给你的模型进行学习 那这个不用标注资料的学习 叫做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 或者是也有人叫Bluetraining 那用这些不用标注资料的任务 学完一个模型以后 它本身没有什么用 Bert只能做填空题 GPT只能够把一句话补完 但是你可以把它用在其他下游的任务里面 你可以把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的model 做一点点的微微的调整 就可以用在下游的任务里面 那在这些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的任务里面 在这些不用标注资料就可以学习的任务里面 在有Bert 在有GPT之前 其实有一个更古老的任务 更古老的不需要用标注资料的任务 就叫做Auto Encoder 所以你也可以把Auto Encoder 看作是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的一种 Retrain的方法 当然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个观点 有人可能会说 Auto Encoder不算是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 Auto Encoder很早就有了 2006年15年前就有了 然后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是19年才有这个词汇 所以Auto Encoder不算是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的一环 那这个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这种名词定义的问题 真的我们就不用太纠结在这个地方 从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 它是不需要用Label Data 来训练这个观点来看 Auto Encoder 我认为它可以算是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的 其中一种方法 它就跟填扣预测接下来的Token 是很类似的概念 只是用的是另外不一样的想法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看一下 Auto Encoder是怎么运作的 好 那Auto Encoder是怎么运作的呢 那现在我们 因为刚才在讲Sales Supervised Learning的时候 都是用文字做例子了 那现在我们换成用影像来做例子 然后假设你有非常大量的图片 在Auto Encoder里面 你有两个Network 一个叫做Encoder 一个叫做Decoder 它们就是两个Network 这两个Network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两个Network做的事情是 Encoder 把一张图片读进来 它把这张图片变成一个向量 就Encoder 它可能是很多层的CNN 把一张图片读进来 它的输出是一个向量 接下来这个向量 会变成Decoder的输入 Decoder会产生一张图片 所以Decoder的Network的架构 可能会像是GAM里面的Generator 它是吃一个向量 输出一张图片 不管是Encoder还是Decoder 反正就是多层的Network 那现在训练的目标是什么呢 训练的目标 是希望Encoder的输入 跟Decoder的输出 越接近越好 假设你把图片看作是一个 很长的向量的话 我们就希望这个向量 跟Decoder的输出 这个向量 这两个向量 它们的距离越接近越好 也有人把这件事情 叫做Reconstruction 叫做重建 因为我们就是把一张图片 压缩成一个向量 接下来Decoder 要根据这个向量 重建原来的图片 那我们希望原输入的结果 跟重建后的结果 越接近越好 讲到这边 你可能会发现说 这个东西 这个概念 似曾相似呢 没错 我们在讲CycleGain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这个概念 对不对 我们说在做CycleGain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两个Generator 第一个Generator 把XDomain的图片 转到YDomain 另外一个Generator 把YDomain的图片转回来 希望最原先的图片 跟转完两次后的图片 越接近越好 那这边 Encoder和Decoder 这个AutoEncoder的概念 跟CycleGain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希望输入的图片 经过两次转换以后 要跟原来的输出 越接近越好 而这个训练的过程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标注资料 你只需要收集到大量的图片 你就可以做这个训练 所以它是一个 Unsupervised Learning的方法 跟Salesupervised 那一系列Pretraining的做法一样 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标注资料 那像这样子 这个Encoder的输出 有时候我们叫它Embedded 我们在讲Bert的时候 也提过Embedded这个词汇了 那有的人叫它Representation 有的人叫它Code 因为Encoder是一个编码 所以这个有人要把这个Vector 叫做Code 那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那这一个Autoencoder的技术 要怎么用呢 怎么把劝完的Autoencoder 用在Dounstrain的任务里面呢 常见的用法就是 原来的图片 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很长的向量 但这个向量太长了 不好处理 那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图片丢到Encoder以后 输出另外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 你会让它比较短 比如说只有10维 只有100维 那你拿这个新的向量 来做你接下来的任务 也就是图片 不再是一个很高维度的向量 它通过Encoder的压缩以后 变成了一个低维度的向量 你再拿这个低维度的向量 来做你接下来想做的事情 这就是常见的Autoencoder 用在Dounstrain的任务 用在下游任务的方法 因为通常Encoder的输入 是一个维度非常高的向量 而Encoder的输出 也就是我们的Embedding Representation或的Code 它是一个非常低维度的向量 比如说输入是100x100的图片 那100x100 那就是1万维的向量了 如果是RGB 那就是3万维的向量了 但是通常Encoder的Output 你会设的很小 比如说10x100这样的等级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特别窄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 Encoder的输出 有时候又叫做Battle-neck 叫做瓶颈 就本来输入是很宽的 输出也是很宽的 中间特别窄 所以这一段又叫做Battle-neck 而Encoder做的事情 是把本来很高维度的东西 转成低维度的东西 把高维度的东西 转成低维度的东西 又叫做Dimension Reduction Dimension Reduction这个技术 我相信你在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应用上 应该常常听到这个名字 那有关Dimension Reduction的技术 它其实牵涉的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细讲 因为这门课 我们只专注在深度学习相关的技术 你可以把Auto-Encoder的Encoder 当做拿来做Dimension Reduction 那其他还有很多不是Deep Learning Base的 不是以深度学习为基础的Dimension Reduction的技术 我就把录影的连结留在这边 比如说PCA 比如说TSNE 我就把录影的连结留在这边给大家参考 那Auto-Encoder到底好在哪里呢 当我们把一个高维度的图片 变成一个低维度的向量的时候 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这让我想到神雕侠侣的其中一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神雕侠侣就是 我可以做个调查吗 有看过神雕侠侣的同学可以举手一下吗 这么多好手放下 比我想象的多太多了 我还以为现在大家已经没有在看金庸了 而这个神雕侠侣里面有一段 就是杨过进去那个绝情谷 遇到这个绝情谷谷主公孙子的弟子 就是樊盈雕 樊盈雕就是这个人 那樊盈雕的武器是什么呢 他的武器除了一根钢杖以外 还有他的胡子 他可以去甩动他的胡子 当做一个软鞭来使用 他的胡子甩起来有两杖那么长 可以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 然后杨过跟他打了很久都难分上下 突然杨过说 我在三招之内一定要减掉你的胡子 大家突然都很诧异 想说杨过虽然武功可能比反应轰还高一点 但是也没有高太多 怎么有办法三招就减掉他的胡子呢 那后来杨过真的在三招内减掉他的胡子 为什么呢 因为杨过发现说 这个胡子是由头所操控的了 虽然胡子甩开来有两杖那么长 但是头能够做的变化还是有限的 所以虽然表面胡子的编法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只要直接去打他的头 就直接去打他脸 就会逼得他不得不闪避啊 就会逼得他这个胡子能够动的路线变得有限 然后就打败了反应用 就把他的胡子剪掉了 故事结束 那这个跟Autoencoder有什么关系呢 好我们来想一下 Autoencoder这件事情他要做的 是把一张图片压缩又还原回来 但是还原这件事情为什么能成功呢 你像他假设本来图片是三乘三 三乘三很小啦 就当我们就假设三乘三好了 买了图片是三乘三 你要用九个数值来描述一张三乘三的图片 假设encoder输出的这个向量是二维的 我们怎么有可能从二维的向量去还原 三乘三的图片还原九个数值呢 我们怎么有办法把九个数值变成两个数值 那他的变化虽然表面上应该要有三乘三个数值才能够描述三乘三的图片 但是也许他的变化实际上是有限的 也许你把图片收集起来发现说 他只有这样子的类型跟这样子的类型 其他类型根本就不是你一般在训练的时候会看到的状况 就是因为说图片的变化还是有限的 所以你在做这个encoder的时候 encoder可以说我就只用两个维度 就可以描述一张图片 虽然图片是三乘三应该有九个数值才能够储存 但是实际上他的变化也许只有两种类型 那你就可以说看到这种类型 我就左边这个维度是1右边是0 看到这种类型就左边这个维度是0 右边这个维度是1 那所以对应到刚才这个繁叶翁的例子 就是这个胡子是图片复杂的状态 是原来的图片 是原来图片的pixel 是原来图片的像素 而encoder做的事情就是画范围键 本来比较复杂的东西 它只是表面上比较复杂 事实上它的变化其实是有限的 你只要找出它有限的变化 你就可以把本来复杂的东西 把它变得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表示它 如果我们可以把复杂的图片 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表示它 那我们就只需要比较少的训练资料 在下游的任务里面 我们可能就只需要比较少的训练资料 就可以让机器学到我们本来要它学的事情 这个就是autoencoder的概念 那autoencoder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新的想法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历史 举例来说在这个 Hinton 大家知道Hinton吧 Hinton就是Deep Learning之父 这个Hinton在06年的Science的paper里面 就有提到autoencoder这个概念 只是那个时候用的NAVO 跟今天用的NAVO 当然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你想2006年是15年前 15年前的autoencoder 长什么样子呢 那个时候人们不觉得Deep的NAVO是trend起来的 那时候觉得说把NAVO疊很多很多层 然后每一层一起trend 不太可能成功 所以那时候的信念是每一层应该分开训练 所以Hinton用的是一个叫做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的技术 缩写是RBN 我们特别把这个Hinton15年前的文章 把它里面的这个paper里面的图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过去15年前 人们是怎么看待深度学习这个问题的 那个时候觉得说 要trend一个很深的NAVO 不太可能 每一层分开要trend 虽然这个时候很深也没有很深 只是三层 这个跟你作业二做的还要更shallow 对不对 但是在15年前这个已经是 很深啊 它有三层太可怕了 这个三层要分开来训练才可以 那这边说分开来训练这件事情叫做pretrain 但它跟cell supervised learning的pretrain 又不一样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假设你说autoencoder这个东西是pretrain 那现在这个pretrain是pretrain的pretrain 它是要pretrain那个autoencoder 而且每一层用一个叫做RBN的技术 分开来训练 先把每一层都训练好 再全部接起来做微调这件事情 那这边的微调并不是bert的微调 它是微调那个pretrain的model 好 那这个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你会发现今天很少有人再提到它了 它其实不是一个deep learning的技术 它有点复杂 我们在这门课里面也没有打算要深入细讲什么是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什么人用它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用 在过去呢 在十年前都相信这个deep的内容一定要用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然后其实Hinton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篇paper 偷偷在结尾下一个结论说 其实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也没有什么必要啦 所以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在用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神奇的信念是觉得说 那个encoder decoder它必须是对称 所以encoder的第一层跟encoder的最后一层 它们必须互为transpose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比较少有人在使用这样子的限制了 那这些投影片只想告诉你说 autoencoder不是新的概念 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概念 而那autoencoder它有一个常见的变形 叫做denoicing的autoencoder denoicing的autoencoder是说 我们把原来要输进去给encoder的图片 加上一些杂讯 就自己随便找一个杂讯把它加进去 然后一样通过encoder 一样再通过decoder 试图还原原来的图片 那我们现在要还原的不是encoder的输入 encoder的输入的图片是有加杂讯的 我们要还原的不是encoder的输入 我们要还原的是加入杂讯以后的结果 加入杂讯所所加入杂讯之前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说 现在encoder跟decoder除了还原原来的图片这个任务以外 它还多了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是什么 这个任务就是它必须要自己学会把杂讯去掉 encoder看到的是没有杂讯的图片 但decoder要还原的目标是 encoder看到的是有加杂讯的图片 但decoder要还原的目标是没有加杂讯的图片 所以encoder加decoder它们合起来 必须要联手能够把杂讯去掉 这样你才能够把denoicing的autoencoder训练起来 那说到denoicing的autoencoder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概念 其实也一点都不陌生呢 denoicing的autoencoder也不算是太新的技术 至少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关的论文了 但是如果你看今天的bert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作就是一个denoicing的autoencoder 输入我们会加masking 那些masking其实就是noise bert的模型就是encoder 它的输出就是embedded 在讲bert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也就告诉你说这个输出就叫做embedded 接下来有一个linear的模型就是decoder 而decoder要做的事情就是还原原来的句子 也就是把填空题被盖住的地方把它还原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bert其实就是一个denoicing的autoencoder 而你有同学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这个decoder一定要linear的呢 它不一定要是linear 它可以不是linear的 或者是我们换一个说法 这个bert它有12层 最小的那个bert有12层 比较大的有24层或者是48层的 那最小的bert是12层 如果我们说这个12层中间第6层的输出是embedded 那你其实也可以说剩下的6层就是decoder 你可以说bert 就假设你在用bert的时候 你用的不是第12层的输出 而是第6层的输出 那你完全可以说bert的前6层就是encoder 后面6层就是decoder 总之这个decoder没有一定要是linear 好那讲到这边 正好告一个段落 也许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10分钟后再回来